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对方能陪我坐一次 长途的绿皮火车 有那个目的地的要求吗 还是只要是绿皮火车 长途就行 因为就是现在坐那个 穿帐线很漂亮的火车 24号 男嘉宾你好 我是特别喜欢坐这个绿皮火车 因为我就是大四的时候 跟着我们就是川美的同学 一起去写声 然后坐绿皮火车 一路到了东黄 我觉得绿皮火车 相对于高铁来说会更慢一些 但是它也会有一种就是放慢了 然后去看世界啊 去旅游的一个感觉 你是这样才喜欢绿皮火车的吗 对对对 而且两个人相处慢一点不挺好吗 好的好的 谢谢 高精 我就想说那个绿皮火车 我也坐过 太硬了 我的天 那个腰能受得了吗 我比较喜欢体验一次 因为我没有过这种经历 对 想体验一次 在你们这个岁数觉得坐绿皮火车 它意味着浪漫情怀 我是从绿皮火车那个年代过来的人 70年代或80年代初的那个火车上面 没有空调 挤的全是人 每一个座位本来是坐两到三个人的 可以坐四到五个人 黄老师 你在说这段话的时候 我回忆起很多往事啊 我想起我们小时候因为太挤了 我妈妈都从窗外把我飞进去 对对对 小孩都从窗外 我上不去的 我不是上不去的 我爸爸带我去坐绿皮火车 他有一个乒乓球 上面写上数字 12345 让我那个就转转转 哎 看是几 就是它会让你在很无聊的生活当中 很小逼折的空间当中 找到一些乐趣 所以我在回想起的 刚梦老师说的这段话里面 我就看到了我妈妈的勇敢 和我爸爸的那种情趣 我看到的是 通过这几十年 我们祖国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我们中国的高铁事业 现在在全世界发展得最快 短短几十年 我们的铁路事业 给人民的生活 带来了多么大的改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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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